在德国,特殊工作者可以在阳光下生活,享受合法公民的各项福利 风俗行业甚至为德国旅游业带来了回暖 而我国从建国一时就一直坚持进行扫黄活动 那我们为什么对风俗行业严格禁止呢? 我们今天从德国的经历,我们就能得到答案 德国实行交易法的初衷是为了加强对异的管理 法律规定,红灯区的营业场所需要办理相关执照 特殊工作者也必须进行登记并且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 虽然表面上风俗产业迅速发展,为德国每年创造了145亿欧元的收入 但自发性的市场滋生了另外一个黑色产业链 其中很多人是被迫为生计或者被人拐骗的偷渡者 他们主要来自经济不发达的南欧国家 这些人往往语言不通,即使意识到自己被骗 也不得不成为性工作者或者面临饥饿和街头生活的威胁 随着德国红灯区的增多和风俗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 皮条客们充斥在大街小巷拉客 在这种背景下,特殊工作者的生活并不容易 据相关机构统计,德国特殊工作者的死亡率是普通人的40倍 被谋杀的几率是普通人的18倍 特殊病在风俗行业中也开始扩散 尽管有交易法的保护 但政府为了高额税收,往往对风俗行业中的问题视而不见 对于那些没有合法居民身份的偷渡者来说 色情交易法使他们的苦难增加 而灰色地带中的红灯区也成了贩卖罪恶的理想场所 致使德国的犯罪率一直是居高不下 德国的做法似乎给予性工作者一些法律保护和福利 但是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包括人口贩卖和犯罪问题 所以说对于如何平衡风俗行业的合法性和社会问题的防控 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思考 那么屏幕前的大家 您对以上问题有哪些深刻的思考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咱们下期视频精彩继续